杨乐乐 声,偶尔上上节目录录连,日子就这么过了,只是很多吃瓜群众,再次听到杨乐乐的名字都会禁不住要赶看一句,好久都没见了,好久不见电视剧的杨乐乐终于现身了。 昨天晚上,黄寒带着天天兄弟一行人去吃火锅,原本兄弟们的聚餐,却因为杨乐乐的出席,显得特别了一些。 照片里,黄寒,大张伟,前方,王一博,高天鹤都是余生平常打扮,围着一口热腾腾的锅,看起来心情不错。 据说当天,天天兄弟还给王一博准备了一顶摩托车头盔作为礼物,收到礼物的王一博,也是抿嘴一笑,幸福难以言表。 杨乐乐出现的画面不多,但是不难看出,当天,她穿着一件灰色卫衣,坐在大站位旁边,依旧是一头绿络的短发,没有怎么化妆。 细心的网友还是发现了杨乐乐的变化,好久没有出来上节目的她,真的瘦了好多。 在卫衣的包裹之下,杨乐乐显得非常瘦小,一个侧脸,显现出精致又紧实的小和线,和之前稍显圆润的她,确实有些不一样。 杨乐乐今年41岁了,前几年因为生完小孩要恢复身材,她积极健身,不过没想到的是,这几年再看见她,却已经受到脸颊显现,不免有些显老。 方寒在天天向上的节目里,无数次都提到杨乐乐和小木木,如今,作为大嫂的杨乐乐,终于和兄弟们同桌吃饭,这也算是要吃瓜群众久违的画面了。 有人说,杨乐乐现在的状态和以前相比确实有些大,瘦就瘦吧,瘦到脸都熬了,确实有些让人心疼。 不管怎么样,期待杨乐乐比更好的状态出现,毕竟好久都没有在。 不定节目出现了,大家还是想她的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